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不会轮到我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想变成那样 宗品 这么重的默契 哪里来的 我们不在的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师兄 不不在的这几天 我们和天一门的人赶过去的时候 那里已经见不到活人了 只有摩 只有天哪里没有 只有摩 凤之后 摩 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同 便是你们去过的那个村子 如今已成死地 魔是怎么过来的 我猜还是和黑莲有关 这些城外的水域 都发现了莲花 或许就如同那一晚的于姑娘 魔通过睡梦中的人 来到人间 原以为事情还算顺利 杨平和杨平附近的黑莲 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也没再发现其他种子 越来越多的做梦者 行转过来 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又天翻地覆了 一便疏忽而来 我们根本反应不及 是个耳 什么 杨平只不过是个耳 或者说是某种障眼法 把我们都聚在这里 难怪乌赵会说 他并不在意 一时一地的胜负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弄出来的 魔的异变 应当和天象有关 我觉得乌赵还没那么大本事 但他可以利用这些 用黑莲造出梦玉 在梦中指引魔族 不错 正如梦玉中忽然而起的 灵力风暴 乌赵也未必能够预测 但他应是早与我们脱身 在这几日间多有筹划 邱文曲说 他正在想办法弄明白 那个棺材底部的图案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觉得那些图案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字 虽然和曾经见过的文字 都不太一样 其中有几个字形的事意 比较鲜明 我们都猜测 这是一段诅咒 恨意滔天 乌赵若是为了复仇而来 恐怕已经丧心病狂 只求杀戮 根本不管这人间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几座城里 你们进去过吗 人手太少 接到传书的修行门派 就算清朝而出 也还是不够 只能围城 斩杀从里面出来的魔 还要四处寻戒 防止其他一边 各门派仍然在陆续 调集人手 人再多一点就好了 至少能分出一些 就毁掉那些黑莲 出了这么大的事 周府也已经开始集结军队 可军队又如何能对抗魔 我过一会儿也要走了 去蛇气镇 记下长城师弟 之所以在这里等着 一是要和你们把事情说了 二是 想请你们去探查一下燕陵 燕陵怎么了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像是 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完全看不到里面的琴弦 我们有人进去 却再也没出来过 我怀疑 那里有某种法阵 法阵 我们这就过去 你问我们有没有入城 其实入不入城 也无太大分别了 我说 方圆树百里 魔器冲天 黑雾缭绕 若说城中还有活人 怕是连自己都骗不过去 如今 只能尽力保住其他地方了 我这把老骨头眼看是要不成了 这位子我唯一对不起的人 就是妙然表妹 我想请人替我去她的坟前上几株香 听说你在找能帮忙炼制灵器的人 是有这么回事 那我倒是知道一个 她叫苑朝阴 是我们学会里最熟悉灵石灵精的 那她现在人在哪里呢 她这阵子好像去了七霞吧 你要急的话 可以去那儿碰碰运气 有这么多年 她さん在《大宝山》里 有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年 要得到 荒莉莲 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上那种几代都是猎户的人家 也可以多问问 后来呢 那两个猎人 我被他们抓住 又逃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要皮毛 但既然有活的 总还能找到更大的用处 没什么 都过了那么久 而且我也没受多重的伤 如今我还在 当年的那些人 已经化为尘土了 天真的绘画团 瞧一瞧 看一看嘞 物美价延 拆古太后 精彩图玉 雅仙延 芳妮 小鹦妮 小鹦妮 鲁妮 鲁妮 骆哥哥 你是不是在四处找人问故事呀 是啊 你知道哪里有能听故事的吗 那你跟我一块去找小川吧 他知道好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他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他的爷爷是山老呀 山老 反正小川的爷爷 懂得很多很多 洛哥哥 你来吧 我带你去小川那儿 我们一起听故事 花小川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 那是小川的堂哥 他很凶的 看来今天是听不成故事了 我给小伙伴讲故事 又哪里有错 山里那些事 能随便拿出来讲的吗 而且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家里做功课吧 我 现在就回去 不许再乱跑 你还想不想入屈先生的门下了 想 想的 我一会儿还有事 晚上再检查你做没做好 不要想着偷懒 回去就回去 小川真可怜 小川真可怜 爷爷 我回来了 嗯 好好用功 是 是 是客人吗 并非有意麻烦 年轻人 我知道你 你是屈先生的弟子 正是 在下北落 是有什么 想让我帮忙的吗 我想打听山里的事 几十年前 一百年前 甚至更早的 山里的事 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地打听 山也是会吃人的 吃人 走吧 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 你 我一定会不得 我 有什么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是北洛啊 原来你想打听当年山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这样讲起来还真是有一桩的 请婆婆同我说说看 这近山最多的马不是打猎的 就是采药的 那时七侠最好的猎人 一位是我的曾祖 另一位是段家的老大 段家那位有一趟从山里回来 说自己看到了什么真兽 那之后就一直进山去找 没过几年 城外村子里又有两名猎户说 是真的抓到了异兽 可惜给他跑了 这事传开来后 段家那位越发蜂魔 时不时地拉上好些个猎人 一块进山 我曾祖倒是一次都没去过 直到他过世 段家那位也还没死心 好像是说 后来有一回他们又进山去 就再没出来过 我知道了 谢谢婆婆 这有什么好谢的 都是些沉眠旧事了 我也是听我的长辈说的 我也是听我的长辈说 暂时也没有其他线索了 可能晚些还是得去花家 打扰 两位是在打听山里的事 不错 在下季宪 家中树袋都以打猎为身 或许能帮上些忙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这还需要缘由 只是觉得两位面善罢了 不知你们可听过 百年前一些猎户结伴上山 捕捉异兽的事 听说吧 那其中也有季家的一人 是你的先人 是的 传言他们后来有一回 就再没能从山里出来 这也是真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百年 但季家还是没有放弃 寻找高祖的尸故 就算找不到 总该有个说法 所幸这么多年 倒也不算全无收获 两位可要和我一同 进山去看看 我怕这一时间 也是说不清的 那就劳烦了 不用客气 我正好也打算上山一趟 那我在西面等着你们 可信吗 我没有察觉到异样 但又隐约觉得 有些不对 我也一样 先跟去看看吧 那欣慰的要是再找小桓 我不能耐苦 这就走吧 等等 我想请问 你知不知道山老是什么人 你们见过山老了 你们要是想找他打听消息 他多半是不会说的 山老就是人世间 得到大山眷顾的人 每逢济山 他会同山说话 如果山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 就托他转达 真的可以同山说话吗 我也不清楚 以我的年纪 还不能去参加济山 不过大伙都是这么说的 我在七下也有些年头 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事 那是肯定的 能参加济山的人家 毕竟是少数 就是本地人也有大半不知 济山都要做些什么 和济祖差不多吧 都得背上礼仪 感谢山神过去的馈赠 期盼来年也能列得列武 不至于饿肚子 时候不早 也该走了 你们跟着我 再茱茹 知名 这屋子是专门给上山的家里人用来歇脚的 里面有些东西 两位不妨先看看 那个人不静 这里才是他想带我们来的地方吧 倒要看看 他究竟搞的是什么鬼 我看你 这不是幻境 不是 那我们就还在山里的沐浴处了 那我们在山里的沐浴处 看样子 只好自己破出一条路来 那我们在山里的沐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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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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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处